它的肥肉是一点都不腻 而且是脆的 肉是甜的 哇 这个口感真的好奇特 来朝上怎么可以不吃一下他们的牛肉呢 听说这家每天要卖三头以上 而且一个月过百头 哇 那赶紧去试一试 好 上 上 好 好 好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刚刚新鲜到的牛肉被我们赶上了 你们一天大概拿多少斤牛肉呢 两头 两头牛 你头两三百 那你一天就要卖四 六百多斤牛肉 最长的 哇 老鹤老鹤 快点 还在动 你看它在抽搐这个肉 看到没有 其实这种牛哈 如果它要跳动的话 大概就是煞了多久才会有这种反应呢 三个小时内 就是三个小时后它就不会这样跳了 看它的纹路去切 肯定不能随便切 不然会怎样 切出来吃 你烫出来吃起来的口感肯定就不一样了 就老了 哇 好鲜甜 来来来来 这个牛肉比较是甜的 哇 再倒螺汤慢慢 慢慢 慢慢 这个汤真的绝了 以后都会停不下嘴 哇牛肉来了 我们今天这才算是吃了一次地地道道的牛肉火锅 而且这些全肉是两个小时前还很活泼的在跑动的 来这家吃挺有意思的 料都是老板帮你配好的 然后菜都是老板帮你点好 因为他们家没菜单的 老板上什么你吃什么 今天我们碰到巧 点到了一份五花纸 这个部位最贵的 这一盘258对吧 一斤258 一斤258 我很好奇这个什么味道 团说中的五花纸 我要试一下 哇 这种口感 而且它的肥是脆的 对 嗯 它的肥肉是一点都不腻而且是脆的 对的 切 OK 必须多一秒都会影响它的口感你知道吗 是它多足两秒口感就不一样 看了两秒就差很多 这味道 再让我试一个 我知道为什么你说不出话 好 好 那用语言来表达它这种 好吃 来 这一个才是真正的血滑 跟我们外面的也不一样 刚刚切下来的胸口油 我要试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 胸口油要大概十秒 我在外面平时吃的那种胸口牛呢 它只有一个脆 但没有这个香 你懂我意思吗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偏黄一点点 真的是奶黄色 今天终于可以实现牛肉自由 对 啥怎么撕怎么吃 所以大家想吃到真的最好吃 最极致的牛肉就是下午三点钟来 哇 这么大一块牛肉 吃了它 他们家从早上六点钟开到晚上九点半 中午也可以吃他们的火调汤 也很好吃 你看全部空盘 好满足 这家呢我打九分 一分是扣在哪 老板不能太骄傲 继续保持 可能还有更好的 在前面等着我